4月份大温大量房屋挂售 有人说大温地产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 这句话我还是比较赞同的 这些大量被挂出来的房屋 可以感受到很多受到近期政策影响的人们的担忧 和对手里现有资产 无法支撑的无奈 任何投资决策 一旦离开了政府政策的支持 要赚到钱就会非常困难 就像未来还想靠投资房子赚钱 应该先看一下 当有限的增值遇到各种维护成本和税收后 最后落到自己口袋里还能剩多少 到底值不值得 虽然4月整体交易量还是可以的 但是由于挂牌太多 短期内供需失衡 很有可能给房价下行增加压力 目前买房溢价空间增加 对刚需买家来说是利好 可以找到更符合自身需求和预算的房子 而且现在投资客都不出手了 随着卖家数量增加 买家面临的竞争压力减小 相对更容易成交 但是也不要期待那种好地段好学区的优质房产价格会大幅下降 加拿大整体的地产市场受政策影响较大 包括税务政策移民政策党 如今这政策一波接一波 今后会不会有所缓和 要看执政党会不会有变化吧 如果你不得已需要在现在出售你的房子 你要做好收出价格低于心理预期的准备 再好的经济也无法与市场的变动来靠横 另外 该做的saging一定要做起来 面对更多竞争对手 需要更加注重房屋的性价比和吸引力 才能快速促成交易 卖家还需要做好关于交易成本的预算 包括涉及的用金 税费等成本 这些可能比起以往会有增加 其实房子的增幅在未来几年里还是会十分有限 如果不是长久的在大温生活 但又对住房的地段有一定的要求 其实租房也不是为一种比较明智的选择 希望买房者和卖房者都能密切关注市场动态 谨慎权衡自身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 在时常变动的市场下做出理性决策 祝大家心想事成